中文道的无人机非常非常多款 那这次珠海航展当中 也有人拿到这个文宣 被说除了有三款五代机之外 还有供给11在这个地方 那供给11要介绍一下 它就被定位成中全辽机了 可以踩五尾的飞翼 那作战半径是1500公里 隐身设计内置弹仓 可吸派8枚的精准的弹药 那作为歼2点中全辽机 其实也可以跟歼35 一起来协同作战 所以这就是中全辽机很大的 有人机只会无人机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供给11比较小 它的体积就是比较小 你如果是彩虹期大 对 供给11供给11小 小的话中辽疗机 供给疗机的话 它受到这个歼2点的指令 不仅歼2点 将来歼35 歼35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我们讲到的 轰2点将来要出来 它要接受轰2点 你看轰2点现在正在做验证 对 那所以它这一次的做法 连静态都没有 因为轰2点还在做验证 歼2点竟然不得了 我看它明年初 我看它明年初要出来 因为有点呼之欲出的感觉 是这样 那它作为中辽疗机的话 你可以看歼2点 歼35协同作战 那这样的话 你一架出去的话 是打群架 你一个人的话 你是打Dunger 你的战力毕竟是小了 你等到这个 有中辽疗机的人 打的是群架 发挥了火力 发挥了战力 防御力是不是增加 攻击力是不是增加 攻防都增加 你战力是不是增加 那干嘛 不做在这方面的搭配 而且现在最重要是Link Link技术进步了 就是这个有人机 它跟这个无人机 它指令给它 它指令给它 它有各种模式 A模式 B模式 C DEF 各种模式下令给它 它就开始出这个任务 那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你现在按下令它执行 它就开始执行 那现在的话都变成 这个城市也不能 我们讲套装化 你要什么套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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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拿什么模式 你要进入对地模式 还是空战模式 还是我们讲到的 那个增加IT 或者自杀模式 我就说自杀模式 因为你那个目标 跟那个目标玉石俱焚 那完全下 你看你下什么模式 它就做什么模式 是 好 你看到 为什么中全辽机很重要 因为美国现在还没有 有人机去指挥无人机 所以歼20去指挥 还有包括了 刚刚将军说轰20 甚至是歼35A 这些去指挥 中全辽机 这已经是弯道超车了 这可以也提升自己的战场的生存的能力 比如说尖20很重要 如果真的有东西来的话 其实他赶快派无人机去挡一挡 所以无人机很重要 另外再来看到 中央到无人机 这一次珠海航展 真的是大放异彩了 还有无真7 无真10 台湾也会有感受 因为无真这些也来过台湾 无真7 无真10 抵达到珠海了 那无真7呢 让日本是只能仰视 因为太高了 无真10让日本真焦头烂额 来看无真7的部分 这都是日本拍的 无真7跟无真10 无真7的部分 它飞行高度1.8万米 最高速度每小时750公里 可飞15个小时 最大航程超过5000公里 你看1.8万米 日本真的是没有办法飞那么高 对不对 只能仰拍它 然后无真10的部分 是世界第一款大型电子战 电战的无人机隐身 搭配全频段被动雷达侦察系统 每小时速度850公里 载弹量400公斤 然后能队200公里 以内的100到300MHz的电磁讯号 进行定位 可以侦测400公里外的敌方 航程8小时 大概是4000公里 作战半径1800公里 可在1万2000公尺的地方进行巡航 我们先讲无真7 因为无真7 它能够飞到1万8000公尺的话 就是18公里 那你如果乘以3的话 就5万4000英尺 然后日本派出来的战斗机拦截机 因为它为什么 因为它挂了负油箱 它挂了负油箱 它的整个器材变重了 它没有办法飞到那个地方 所以你刚才讲 为什么仰拍 整仰拍 因为它要把那些丢掉 它可以飞到那么高 它不丢掉 你挂那么多油箱 你挂了600磅 或600磅的挂上去 那造成它的空力指数 跟重量增加 那你就要 我们讲到最大深陷 那是clean外形 就是说没有任何挂载 对 有任何挂载 你就要相对降低 因为你空气阻力已经来了 还有你飞机的重量也来了 那就没办法 那就要仰拍 因为它在上面1万8 就5万4 5万4000英尺 那你自己 它自己只能飞到5万以下 那你飞到5万4 它可以飞到5万多 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是无人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不能超过5万 因为超过5万 你要冲太空砖装 那我现在没有冲太空砖 我不能飞到5万 飞到5万 飞机有任何问题 你一弹射出来 人当场死掉 因为你的血液沸腾了 你外面大气压那么低 你血液直接沸腾了 我们自己知道 你到玉山上去煮个饭 你煮不熟 为什么 80度就滚 最高就是80度 你这高的话 到那个5万4000英尺的话 40度水就滚 你一跳出来 你血液就已经沸腾了 你怎么火 那有啊 那你要穿高空压力衣 那你现在飞行员 穿高空压力衣 高空压力衣要去除氮 因为我们空气里面 80%是氮气 19% 20%是氧气 你要除氮 你不除氮的话 到时候你关节都会痛 就跟潜水无病有没有 为什么潜水无病 你不是潜水 但是上来太快了 我们还没有办法适应 潜水无病你就完蛋了 那整个人到时候都变成瘫痪 好 那我现在 这个讲了无针气量飞的高度 我现在讲到无针石 他专门是搞电站的 类似这样的 他这样的搞 那将来会打仗的时候 电站这不重要 当然重要 电子平补了 他现在我们可以讲 这个是 M是百万兆贺 百万贺 百万 你G的话是兆贺 G是兆贺 但M的话是百万贺 不一样 那你百万千万 三亿 你一亿到三亿 的电子信号 对 你百万千万亿 你三亿兆贺 它是对这个地方做干扰 那你做 你这个上去的时候 做区域干扰 我们平常飞机只能做 有时候置位是干扰 有限的 因为我的 我的发动机都那么多的电 我的电 我的强度就那么大 信号就那么强 但是它不一样 它电力够 它电力炮够强 因为我没有人 那它这样的话 它的电力够 它的干扰范围就大 它能量强炮够强 就跟机器台一样 它电力很强 可以发送得远 你的炮电力做 你发送的范围就有限 它是强在它的电力够强 它强在它的发动机 它发动机 附件进入附件齿轮箱 附件齿轮箱在带动 附件齿轮箱里面做两件事 第一个 抑压 因为飞机这些 我们叫的这个安立面 富翼什么 靠翼压 起路架轮子靠翼压 另外不要忘了 电力 附件齿轮箱发电 它能带动的发电机 发电机 发动机带动发电机 发电给它用 为什么 电站最耗电 对 它里面的 我觉得我刚才讲过了 它附件齿轮箱要很强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你要电站 你要干扰别人 你电力是会用非常大的 那中国大陆在电站这一块 真的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了 因为美国发展最快 但现在各种的电站机 中国大陆发展的非常多 刚刚只是介绍 这个是无真实 是怎么样呢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无人机的电站系统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有运九 运九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干扰 电站的这一块 歼16D这一次 珠海航展也有看到 它隐身性能也可以进行电站 所以是空中空军的杀手锏 另外还有高新系列的电站机 用运八运九来做 最近在菲律宾也常常有看到 高新的电站机 这个我们讲到的 它的歼16D就是咆哮者 FA18G 是这样 它这个咆哮者 那今天打仗的时候 你这个没有复杂电磁环境 不可能的 一定复杂电磁环境 大家发武器的时候 你要靠什么去解 你要躲 你躲不掉 那靠电站 电站干扰 让它miss 让它的雷达 让它主动搜索雷达 失效 盲目 那你要靠这个干扰 那这个你最好有两道 第一道的话 我们讲到的 歼16D先出来干扰 不行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电站 我到最后面的 最后一会儿 我自卫是电站 歼16D是区域型电站 整个区域做干扰 那我自己也有个 自卫型电站 我的双层 所以是这样子 你看大家 中国大陆它要去搭配的 不是光靠自己 区域电站 还有自卫电站 远近搭配 还有强弱搭配 对 所以各种东西 都有一些不同的搭配 比如说红旗19 也要搭配其他不同的 防空的系列 导弹也有 比较暗机的 还有海上的 整整相关的导弹 还有现在看到的无人机 以及电站这一块 也都是如此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他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还想解决 竟然还想解决 身体 导致 无奈 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